請問這個財爺避線事件意猶未盡 你看到曾俊華真的被三方面夾擊 可能包括其他的局長 如果這麼說可能四方面五方面六方面都有 很簡單,你聽聽梁振英對這件事的發言 就說是得了法律意見 不過都不至於不回答這班議員的問題 即是很簡單,即是說梁振英公開刮曾俊華一巴掌 就說你差,你政治判斷有問題 你得到法律意見,竟然這樣去演繹,這樣去理解 而導致一場風波,責任在你 這個就是梁振英習慣了,把所有責任推給人 我認為袁振英一句話都不說 這個最重要的證人在這個問題上 什麼證供都不提 他決定隱藏著 讓曾俊華被人罵,被民主派罵 形象一落千丈等等,有你死 林鄭更加落井下石 本來他被立法會主席梁振英的信 就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這班人的宣誓有疑問 所以就不應該回答他的問題 這場風波之後,又再來一封信 被主席說,本來就是這樣 不過基於立法會這個暢順的運作 以及整體的香港社會的利益 我們決定回答議員 以及聲稱自己是議員的人的問題 其實他跟梁振英事件 對這個仍然是所謂宣誓有疑問的議員 他的態度是180度轉變的 那就分明陷曾俊華於不義 如果在政府裏面,包括梁振英 包括袁國強,包括林鄭 那麼重要,那麼高層的官員 全部合起來 公開地去指責和羞辱曾俊華 曾俊華是一天留在政府裏面都嫌多的 即是說,很多人在這裡提出來 他說,他應該拜拜 應該離開政府 文說,他會在這個星期日 即是12月11日 選委會選舉結束之後 有結果,可能一兩天內 他會宣佈辭職參選 現在你看得到,為何這群人 一起去砌他,以689為首 原因就很簡單 即是要逼他,令他的形象一落千丈 令他的民望受到影響 即使你辭職不辭職也好 即使你辭職也好 對你來說,他的衝擊很大 換句說話,689是 曾俊華是一個很強勁的對手 所以用盡任何方法,千方百計 即是見逢插針都要砌你了 那麼那個戰股就已經打向了 不單是對外的戰股 對內也是一樣 那這兩天就有很多正情八卦 就說出來了 就說,在星期二 這個行政會議開會的時候 梁振英就當著這個文武百官 眾官面前去問一下曾俊華 就問你拿的法律意見是怎樣 為何你說這個是政府立場 你解釋一下 即是這個開始回應之前 我看完這段新聞 看完這段八卦的消息 就覺得挺好笑的 真是老老實實 馮偉剛是誰 馮偉剛只是說他只是一個太監 竟然可以這麼大聲 當眾某程度上去羞辱曾俊華 即是你老幾呀 曾俊華是一個這麼高級的官員 高你幾級呀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資深的政務官 你竟然可以做這些事情 即是換句話來說 我們看得到 六八九是為了連任 無論是對外 對內也好 他已經毫無禁忌地 用盡任何方法打擊他的潛在對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曾俊華還留在政府裏面做什麼呢 如果說曾俊華留在政府裏面 是為了特區政府的表面團結 要做給阿爺看 那現在他的對手 即是六八九 連表面團結都不要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受委屈呢 所以 接下來這個星期 會不會 所謂的闖紅燈 決定要宣佈參選呢 我覺得 即使他不宣佈參選 老老實實 他都應該離開這個政府 那做下去 還有什麼意思呢